太好了 我超佩服你的 女清潔工拿著鏟子 清理無水草鼎泥 一旁媽媽幫忙加油打氣 排氣風管灰塵沒擦掉 立刻提醒 原來這名女清潔工有身心障礙 在台南模百貨公司 委外的清潔公司工作8年 媽媽會陪著來上班 都是因為百貨公司 受到疫情影響業績下滑 減少委外清潔費用 清潔工也從100人減為80人 裁員2成 接著在對能力較差的5人 詢問是否放無薪假 身心障礙的女清潔工 就被公司詢問 接著在4月23日填寫假表 從24日早上10點到30日 晚上9點總共7天 請假室由無薪假 事後家屬控訴 放無薪假 沒有約談協議書 也沒有報備勞工局涉嫌違法 台南市勞工局接到投訴 來到清潔公司稽查 調閱員工出勤假表 是否強迫員工放無薪假 業者喊冤 一切都是行政書師 我們給他寫一個連支架 但是他上面寫的是無薪假 這是我們的書 他沒有同意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們已經開單的話 他當然薪水還是要照顧 清潔公司也澄清是針對工作 能力考量放年薪假 而不是無薪假 勞工局記查結果 由於損害事實還沒發生 是否依法處分 還要等發薪日做最後一句 記者賴關章 王書宏 台南報導